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塔斯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繼續逛景竿的任務啦 好 各位觀眾 尽章尽章我要吃那个 吃的跟什么似的 跟什么什么似的 吃你的吧 听着景安这么好 这么多好吃的 为什么还有人性结教 可能是因为心里空吧 空 刚醒过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记得 总觉得看什么都像隔了一层沙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觉得 所以说你是笨蛋呢 还好有你这个笨蛋 一直跟在身边烦这烦那 我才渐渐觉得有了意思 不然 可能我也会随便去信个什么 来填补心里的空吧 那不好 还是我陪着你好 还是我陪着你好 傻瓜 沾脸上了 今朝我还想吃糕点 去吧 好 路上有事看起包子 就买两个 今朝 小姑娘 七 七 七 今朝今朝 我遇见了好人 你在这儿啊 你看 别人送的 好看吗 好看 别人送的 谁 小哥别急 奴家不会拐了你的心上人 小姑娘这么水灵 却穿着件半心不教的衣服 奴家看了心疼 好 与懒犯的人对话可以进入懒房见面 那懒犯可以学蓝尿跟刺绣 先不懂蓝尿跟刺绣 它不懂效果 哦 装备服 冰雪青天 奴家的染坊新开张 小姑娘这身 就当奴家开业大酬冰送的 还有奴家这儿也提供男装哟 哼 那就多谢老板娘了 走了 要再来光临哦 金钊 你不高兴啊 你说呢 那 糕点都给你吃 就两块 看见包子就没两 你就真的只买两块 对啊 除了我 也没人能明白你在想什么了 真不知道该说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 下回别自己瞎跑 听见没 回去了 还有好些没吃过 那我先走 待会儿你自己回去 好啊 你一个人不怕吗 反正你一定会来找我的啊 难道 是我离不开她吗 好 好 我们去看一下哪房 哪房哪房哪房 哦 嘿 嘿 嘿 先賣一點東西,要不然我覺得東西太多了 多,然後又沒有錢買 而且那個賣出去,那個價格好低喔 那超低的 好,你拿來換個衣服 衣服囉 怎麼叫三千 哇,欸,行星這樣蠻帥的 清秀 又招一,哇哇哇哇哇 綁花四季 現在就有一種選擇嗎 好,好火喔 清招是紫色 可是可以幹嘛 等一下我們先存著檔 要把三千塊沒怎麼錢 不是 裝備後可以換 換造型 好,來 換造型的時候,思考到了 術文 欸,可是好像 術文 紫賀 作用都是五 所以說晃爽對不對 沒作用 好,就這樣吧 好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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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扁落环背后那人何时才会上钩 你急了 人生苦短的 你的人生 他因热海而找上我 却在确定热海虽给我挟负的暂时无事后 便一直对我是缓兵之策 你说是什么比九泉之一的热海更重要 令丙落寒无暇他过 莫非是七年前被写付的另一个权言 因他怠慢你 你便让家主找他的麻烦 在你眼中 我如此凄凉小小啊 两百余年了 难得有九泉的消息 终于有望 托此永求 前几日 张元告诉我 扁落环竟是正能在圣宗的卧底 真是如此 他与九泉以及启魂圣宗 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此 想来九泉与启魂圣宗之间 恐怕也有关联 我提示昭妍去质疑邪教之事 便是要让扁落环知晓 我对他 九泉 以及启魂圣宗间的关系 深感兴趣 若他不愿我再深入此时 主动来与我交涉 我便占了先进 这不过是你的谋算吧 谋者 尽人事 问天意 在徒后边 更何况即便输了 我也并无损失 若我没记错 家主也在此举中 草丰 你想说什么 不敢 看来 我赌赢了 你 我赌赢了 fuck 我赌赢了 你 你 我赌赢了 我赌赢了 你 怎么样 我赌赢了 你 师父 就知道是你 听说你昨天刚回来 今天又要跑路 赶紧来揍你一拳 很疼的 我知道你在盟里待得不快活 随洛家主他们出去走走 也不是不行 可是 不说了 师父你记着 盟主和我都相信 总有一天 你一定会让姬小堂 名震天下的 我会努力的 对 就该这样 温兄早 几位早 温兄又是来请我们 帮忙照顾师父呢 啊 在盈慧宝的时候 阿扬拜托过你们 其实我也没那么弱嘛 你是打不过我们啊 那我这兄弟就交给你们了 盟主吩咐我去处理一些事情 先告辞了 温堂主且慢 请问昨天那名小女孩 如何了 哦 正在寻找是否有身家清白 又远离井安的百姓 愿意收养她 那便好 我们也出发吧 要去哪里啊 赵尔你太好了 我们又在一起了 这些天我都想你 是啊是啊 赵尔你之前在正午还好吧 嗯 很好 有了大家挂念 六宋 其实你对北洛华身份 依旧存疑 我怀疑 之前你的一方推论 确实有理 北洛华自称是偶然 得知邪教宗族的行程 实在有些牵强 小杀人着陆的 确实是 极致非常大意之前啊 我也是偶然想到 也是随口说出而已 我飞行啊 我们先存档 屋檐村大概在这儿 嗯 这里 好像是无垢的位置 是吗 上次我们飞在天上 我都没注意下面是哪儿 我会不会 屋檐村 我会不会 不知道的样子 小秀儿不愿继承 无垢守护一职 因而鲜少随 寒江兄前来无垢 即便来了 也从不多得了 多谢师叔为我解释 三年前 无垢发生异动 之后疑似和林脉有关的 月雄 月姑娘 在其下方的村中被发现 也不知这当中可有关联 我比你更想知道 我们似乎不怎么受欢迎啊 这个村子靠采矿生活 三年前 况就已经快采完了 村民们过得都不怎么样 可是现在的情况 似乎比我们离开时 还要好一些 难道 难道是 村人将那奇怪的金石 卖给启魂邪教 使得村子起死回生 若真是如此 我们想从村民口中 问出邪教消息便难了 那我们就学说书的讲的那样 言行考打 你能想个正常点的法子吗 我倒觉得小月言之可行 不错 我们上门找茬 协教还能坐得住吗 村里的男人大多早早死在矿里 或是病死 之前村里 是由教年长的石家大娘主事 我没记错的话 他家应该在村子西南边 所以我们去村子西南边找他 神龙草 我想去买个武器 武器在下面吗 这里 炎破 好像没什么钱的 凤 先买东西啊 好吧 我们只能买一些道具 那种道具很少在用 经常玩 哦 好 购买 行星 照页 OK 我們去 我們去那個 可以直接跳下去嗎 喔 那麼遠喔 怎麼會想買一個服飾而已 他都不理人耶 奇怪 店鋪會開張 先人子路 不久將大難凝頭 新年光 到 到 這裡嗎 下面啊 嘿嘿嘿 沒事耶 這裡 這個 這個嗎 是 是你們 怎麼你們和那個林渊約好了 在這村裡見面嗎 林渊 林渊叔也在 不是因為他 石婆婆 我們今天來 是有事想問你 他們是什麼人 來幹什麼 老人家 我們從錦安正武門來 正在追查一種 由貴村所出產的金石 您看 便是此物 我們這兒不產這個 老人家 我們是在啟魂邪教裡 發現的這塊石頭 他們害人不少 這石頭 怕是也會被用來作惡 您就告訴我們吧 山外面的事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兒不歡迎你們 快走 如此巨客 莫非你們和邪教有關聯 幹什麼 老太婆我就一句話 這石頭跟我們沒關係 愛信不信 您都把話說這份上 好 那好 我們再給你一個晚上考慮 明早來聽答覆 要是不滿意 起 石婆婆 明早見 也不知這招敲山震虎是否有效 不如我們留下一人暗中監視 其他人去尋找落腳處 並在世事從村人處打探消息 願由我留下吧 她就是想偷懶吧 她 對了月兄 方才石婆婆提起的凌冤不知是哪位 是當初發現我和齊 把我們送到這村子來休養的 金釗 我們去找凌冤叔吧 你們去見恩人 我們就不打擾了 先去找落腳之處了 唉唷 他就想偷懶吧 哈嘍閒機 欸?我怎麼離那邊遠遠呢? 在上面嗎? 完了,我就繞一大圈才能到那邊了 欸?不用,不用不用,走這裡 欸?我們直接從這邊走比較快 欸,原來血會損喔 掉下去血會損喔 我現在才知道 等了吧 林岸叔 欸,是你們? 大叔,好久不見 嗯,看起來你們過得不錯嘛 我也放心了 怎麼樣,想起你們過去的事了嗎 沒有,今朝都有些氣餒了 嗯,你呢? 我無所謂啊 跟今朝在一起就好了 月小子啊 小丫頭還是這麼黏著你啊 你們也別太著急 有些事啊,是急不來的 光顧著這天生的月亮 錯過了地上的風景 也很可惜嘛 對了大叔,你來這幹嘛呀? 好,我路過附近,過來看看 沒想到就碰見你們了 你們呢 我們陪朋友來辦點事 都交到這麼要好的朋友了 很好嘛 因為他們和林岸叔一樣 待我們很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十方 他這身裝扮 大叔 他就是我們這次一起來的朋友之一 據十方 十方 這就是我和齐的救命恩人 林岩大叔 小兄弟好 哦,您好 大叔 您是哪裡人啊? 波斯 哈哈哈哈 小兄弟 可是見我這身裝扮新奇 是啊 哦 碩玄姑娘也是這種打扮 她要也只是一幫人多好 想什麼呢 誰知道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她 今朝 住的地方已經找到了 就在村子東南邊 嗯 等你們忙完了 我們再聊吧 嗯 嗯 月兄月姑娘 你們看這房子如何 可以住就好了 嗯 要設法告訴賢清兄我們的住處嗎 他是妖 自然有辦法尋過來 嗯 賢清不在 我們搞不定名秀 天色還早 不如我們再各自去村裡打探一下吧 阿可以直接休息嗎 死光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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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傢伙 不知從哪兒來的 白天就見你趴在這兒了 真是懶狗 小狗 你說 他們會把那幾個年輕人 怎麼樣 哎 八成啊 是個死字 曠挖光後 這村子差點就完了 全虧那夥人來買龍鯨 才漸漸復興過來 管他們是邪教還是什麼 我都只能站在他們那邊 我真是老了 跟一條狗說這些幹嘛 來得到快 來得到快 賢清兄還沒有消息 照顏 照顏擔心我了 我們既是同伴 自然會擔心 嗯 這點還真不可愛 嗯 明日十月朱會讓我們去獻龍坑尋找龍鯨線索 有人在那兒候著我們呢 哦 好 就怕他們沒反應 獻龍坑 聽著真不吉利 傳說許多年前 有條惡龍在這兒作惡 後來被一個高人 押在礦山最深處 所以這山裡挖出來的礦道 就叫獻龍坑 哦 快些休息吧 明日才有精神應戰 你今天可見了什麼奇怪的人 除了村人外 只見了林原大叔 就是最初發現我和齊的人 怎麼了 你和小月身上 佔人有些許的妖情 與落日部的那名女子身上的十分相似 這 你確定 可許我是故意捉弄你吧 你確定 可許我是故意捉弄你吧 你不會 相處這麼久 共過生死 我信你 是 仔細想想 林原和碩玄 樣貌打扮確實很像 可是我一直把林原當成救命恩人 沒往那邊想 要是你沒有弄錯 他們真是一伙的 我和齊醒來是算一絲 一馬合獲救時 你發現我和齊身上有妖器 看來也和他們有關 那他們已經救過我們至少兩次了 可是為什麼救了我們卻不讓我們知道 而且兩次遇險他們都能及時趕到 難道 放心 周圍沒人 之前在洛志部 蘇玄隱約透露出 她知道我和齊的過去 如果林原真的和她是一伙的 那她也應該知道 一早就跟我們有接觸 明知我們想要找回記憶 卻一言不發看著我們瞎忙 那老子當好傻嗎 說完了嗎 我去睡了 你還真不願安慰人呢 若是蜘蛛過往 神仙妖魔如何度過這百世千年 我真是找了個不錯的訴苦對象 他們既然這麼關照 那我也不及 倒要看看他們究竟想搞什麼鬼 約今朝 出來 那種驚石 有人在獻龍坑的深處看見過 你們自己去找吧 你們自己去找吧 驚石就在標記的地方 我真來寢君入瓮了 我真來寢君入瓮了 我真是全都在寢君意 這段話有什麼才是 寧願到底是什麼 他究竟想幹什麼 可惡 我應該早就想找到他跟溯玄有關 今天早晚怎麼了 2 7 你覺得你應該是個怎樣的人 你應該是好人啊 是嗎 嗯 好 那 不管 反正就是 目前到現在還是不知道他們到底想幹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 繼續 下一個任務吧 咦 感谢观看